那現在到底目前正在售的房源是怎樣 還有哪些房源可以賣呢 而且價錢的風險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一齊來看看 110樓梯做4磅 而且每個位置都不用 而且客廳都做得很大 可以說是唯一一個 可以看到一線海景的大面積單位 我覺得這個樓盤真是很有吸引之處 大灣區置業真的很吸引 但是這麼多中介公司 為什麼好啊 想安心賣大灣區樓 當然是找V家 分店遍報廣告新界 由灣區房市審會年年均 為每一位顧客提供定制化置業服務 設有V家管家王 V家裝修王 提供超多一條龍售後服務 還有合法匯款牌照 助理安心跨境匯款 有V家就有安樂的家 6677-7865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rden 今天又來到馬安島的中興智慧城 這個樓盤上一次推出來之後 真的反應都非常之不錯 作為馬安島目前的話 可以說是唯一一個 可以看到一線海景的小面積單位 我覺得這個樓盤真是很有吸引之處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熱度不感的 我們國慶過後過來這邊 再來看看這個樓盤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國慶賣了太多房了 現在到底目前在售的房源是怎樣 還有哪些房源可以賣呢 而且價錢的封面又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目前整個樓盤正式推出來的樓盤 就多了很多了 對比之前來說的話 目前是2號樓 3號樓 4號樓 6號樓 9號樓 全部都在售中的 但是目前3號樓和4號樓的單位 其實基本上已經銷售到比較少的樓層 目前選擇性就並不多 但我可以說基本上都是只剩下一些很低的 2、3樓的樓層為選擇 其他基本上賣光的 2號樓 作為新推推出來 在上個月月底的時候 剛推出來的房源 現在的選擇性就稍微多一點 但是如果想看海景的 一樣不多 現在高樓層就剩下一個頂樓 低樓層的單位我還有一些選擇 去到七、八樓都可以放置 現在七、八樓的位置 我看這邊前面 都是完全無遮擋 我可以看到一線海景的景觀 所以如果想看海景的單位 真的要開快 2號樓的價錢來說 都是延續了之前一些特位的價錢 價錢都會比較低一點 目前整體的樓價都是在說 18,800左右的樓價 低樓層的單位 可能是18,200左右 都可以買到 所以性價比都是相對比較不錯 如果說高樓層的單位 價錢自然高一點 整個2號樓都是跟3號樓的格戶 格戶型是一樣的 後面0102單位 全部都是100方的單位 0304就是88方的單位 如果想看海景 一線景觀的 就肯定是100方的單位才可以看到 88方就看原來景觀 景觀面自然會差一點 OK 看了2號樓之後 說回現在4號樓的情況 現在4號樓正式推出了全新的示範單位 就是前面0304的116方 之前有很多觀眾來這個樓盤關注的時候 可能說沒有示範單位是大面積的 為什麼呢 現在他們做出來了 4號樓的116方目前都在收 戶型來說就會手眉大一點 但是它都是看小區原林景觀的 如果想要買大一點的單位 就可以關注一下這個戶型 目前4號樓的價錢和2號樓的價錢相差不遠 都是差不多1900元左右的均價 所以算是性都不錯 最後就看這邊的6號樓和9號樓 這兩棟高層之前都推售了一段時間 9號樓目前來說的選擇性並不多 現在都是只剩下低樓層的單位 高層看到海景已經全部賣光 沒錯 是全部賣光 現在主要剩餘的都是10多樓 或者10樓以下的樓層單位 所以再去選擇 這邊的價錢來說 都是要過2萬以上的價錢 目前的整體均價 大概是2萬3千元左右的均價 6號樓作為整個中興最重要的樓房單位 可以說是景觀面最漂亮的 前面完全沒有任何遮擋 而且視野景觀是最開闊的一個位置 現在來說都是作為一個樓房進行推售 現在的價錢都是最高的一個價格 目前整個6號樓的整體均價 是2萬5千元左右的均價 如果高層單位有些部分 是已經達到2萬8至2萬9的價錢 有些觀眾會說 不是說賣到降價嗎 為什麼還會有這麼貴的單位 這個價錢很貴 沒有人買的 錯了 其實目前來說 這些貴的單位反而是賣得比較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稀缺性是非常獨一無二的 作為最高層單位入面的這個小面積單位 可以說是6號樓是唯一一棟 未來都不會再有在這個樓房裡 可以說是最後一棟的一個景觀面樓 整體的視野景觀完全沒有遮擋 它不同於前面這些小高層 有些觀眾可能來過現場會發現 小高層單位就算買到最高層17樓 都會始終矮一點 這邊的話層高去到26層高 所以高層單位20樓打賞的單位就只有幾套 這幾套景觀面的確是最正的 價錢自然最高 如果想要買一套很漂亮的景觀面 又喜歡這個位置 肯定只可以選擇這裡 自然發展商定價的時候 價錢都不會便宜 所以在6號樓目前的高層單位都銷售了一部份 現在還有很少量可以選擇 如果是中低層就算是比較多 目前來說價錢 整體均價就是25000元左右 如果你興趣都可以關注一下 OK了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現場 就不單單說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目前最瘦的情況 除此之外有一個全新的陽晚房 即是我們4號的116方 今天都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這個116方的護人格格 大面積的到底做到怎樣 我們現在一起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全新的116方的視頻單位 這個116方都是這個樓盤的交流標準 大家如果對我們這個樓盤其他的一些護營有興趣 歡迎大家點回我們左上角這個鏈接 上邊有我們之前拍攝過的這個過程 也有一些樓盤其他示範單位介紹 今天大家看這個116方 就是一個全新的護營 而且都是一個全新的交流標準的示範單位 讓大家看看 進來看看 進來我們看到為何會買黃色 其實它的交流 全屋都是做到這種護牆版的設計 所以它就不會說是白牆 不會那麼簡單 所以這種護牆版來講 其實成本都已經高了很多 然後入門有一個很小的衣櫃 一個鞋櫃位置 可以放鞋櫃那些東西 進來這邊 116方 我覺得這個廳真的做得非常大 我剛才走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震撼不到 對於一個116方的護營來說 客廳空間可以減闊 小警司站那邊我們走過來看看 餐廳和客廳的距離去到這麼遠 真的非常之闊落 所以整體的實用率高是有原因的 真的放在套路裡面 我們進去看看 膠樓裡面除了這邊我們看到的護牆版 正常的地面瓷磚 之後這邊還有一個背景牆 這些全部都是膠樓標準 由上邊的一個天花 做到這一種無主燈設計 但中間其實都是要放一些燈位 不然也不夠光 我們從這邊看看露台 116方就是這一種 超大的長露台設計 這邊來說露台空間真的非常之闊 完全是可以走到一邊 打球都可以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露台真的非常之舒服 但是重點來了 116方它的護營是在四棟 看出去其實真的看回樓 如果說買這個護營 我建議買低樓層單位 看回小區圓林 我覺得舒適很多 中間的話都可以看穿所有小區圓林景觀 如果說買低樓層單位來說 可能會更加好一點 這邊 但116方其實都可以看到少許海景 我覺得 就好像我們之前拍攝88方的護營的時候 都是說從旁邊看過去都可以看到海景 所以就看回個人的看法 這個是有少許不同之處 OK 由這邊先看看 這邊就客廳、餐廳 然後到這邊的廚房 廚房空間來說做得比較不錯 是一個L型的設計 然後到時候 正常這些廚櫃 這些全部都是膠樓標準 已經做好了 這邊帶上洗碗機 然後這邊可以安裝熱水器的空間 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放了冰箱位 但是這個冰箱如果想放雙門 應該就比較難 放正常一個三門冰箱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那種小雙門都OK的 我們看看裡面四間房 116方做四房 房間來說真的都大一點 場面一樣都是做了這一種護牆板的設計 然後這些是正常標準位 正常的放一張Mine 5床 三邊落床絕對沒有問題 這邊可以放置衣櫃 然後這大一間房就是通路腿 可以直接走到露台 水彩那邊都OK的 OK 這邊的公位 公位來說都做得比較不錯 正常的空間那方面都不錯 而且這邊的鏡櫃都已經有齊了 全部都做好了 帥仔的 然後這個就是洗澡空間 洗澡空間都是正的 沒有問題 OK 然後繼續看看另外的房間 這一間就是一個半陣送的房間 但是很明顯的房間是曬了一點 這間房間如果要實用 用起來的話 你真的就是可以做鐵鐵米 如果不做鐵鐵米 說真的正常放床 那時候會比較窄 如果你正常放了Mine 2床之後 沒有空間可以進行其他利用 要不就做書房 好 看回個人需求 然後看回這邊這一間 這邊這一間是第飄窗的 第3間房間 它的飄窗位置我們這次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真的高一點 比它高一點的話 其實就很利用一點 無論你平時坐也好 舒適度是更加適合一點 或者你利用飄窗進行做床 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是沒有的 大家分了它 如果這個位置 直接做床過來之後 你做一個鐵鐵米的設計的話 空間都可以非常之不錯 這邊放衣櫃或書桌 絕對OK的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做套間的設計 洗手間絕對OK 沒有什麼區別 然後這邊是主人房 主人房來說116方來說 其實是最好泰 正常放大床 兩麥床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有衣櫃的位置 所以整體設計來說 116方的實用性 都算是非常之高 對於這個116方的單位來說 目前的整體護形格格布置 其實跟傳統的那種護形 是沒有太大的分別 但是它們的實用性是高一點 116方做四房 而且每個位置都不小 而且客廳真的做得非常之大 如果有興趣 快點看來現場看看 OK 今天就帶大家提到 這個全新的示範單位 如果觀眾朋友對這個樓盤 再歡迎和大人 等我們下面的電話號碼 我們可以隨時來到現場 上是實地的看樓 我們去看看其他護形 有沒有適合自己的 100方的護形都很棒 目前最瘦的一個護形 100方的流程選擇是最少的 就是因為它盛在一個性價比 或者有些觀眾想要追求 一些極致靚的景觀 在馬安島上 這裡的6號樓 你都千萬不要錯過 目前的一個整體景觀面 真的非常之舒適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的行拍片 可以看到的 整體景觀 完全沒有任何遮擋 所以一望無債 很漂亮 但價錢自然會高一點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 6號樓整體均價 大概是25000元 這邊的3號樓 4號樓 2號樓 整體均價 大概是18800元左右 如果有興趣 快點來現場看看 OK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